情人总是分分合合,很多人都经历过分手,有些人分手说分就分了,再也没有挽回的余地,即使内心在挣扎在痛苦,也知道一切都过去了。 而有些人分手却不是真的想分手,只是嘴上说,而心里却向着对方快点来哄哄我。 白羊,金牛,双子分手时候的内心活动,你中了几条,白羊,怎么还不来找我,快来啊,羊羊是一个很善良,心很软的星座,羊羊闷在生气的时候,总喜欢提分手,但是只是嘴上说说,内心却非常想要对方来哄哄自己,说几句甜言蜜语给自己听,一切不愉快的会过去,还能和好如初。 所以,如果你的另一半是白羊座的话,不要听他们嘴上说分手就这样算了,只要你真的爱他们,就快定行动起来,挽回他们吧。 金牛,我就是刀子嘴豆腐心,你还不懂我吗? 金牛座其实是最佳男女友的星座,如果你不喜欢轰轰烈烈的爱情,想找一个居家务实的另一半,那么金牛座是很好的选择。 因为金牛座虽然不懂得浪漫,不懂得花言巧语,但是他们对另一半真的是非常好,但是金牛座的人对另一半很喜欢发脾气,用时候牛脾气,一上来拉都拉不住。 但是金牛座如果提分手,其实也不是真的想分手,他们都是刀子嘴豆腐心,只要你是导师弱一下,一定能和好如初。 双子座,随缘吧,双子座是一个很神奇的星座,他们有着双重性格。 双子座如果提分手,有的时候是真的不想和另一半在一起了,有的时候只是开玩笑,但是双子座并不是一个喜欢吃回头草的星座。 他们看到感情是很随性的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